大家好,我是紫蘇 你們的孩子都開學了吧 我們這邊都開學了 我們家的小朗竹現在還沒起床呢 還在睡冷覺 小楊 起床了 看看這個樣子 你還是個小學生嗎 起床了 快點 快點 到時間了 到時間了快點 等一下 馬上遲到了 說等一下 那媽媽問你要吃什麼早上 一個麵包和一個牛奶 麵包啊 乾淨 桑芽 現在還在睡夢中 現在我也趕緊收拾一下 放個衣服 馬上就送他上學 沒有帶上酒架 特別不方便 在身邊的時候 感覺挺防他們的 呃 不在身邊的時候又感覺有點不習慣了 裝好牙了沒 裝好牙了 他說今天吃這個小麵包 再拿一瓶牛奶吧 現在我們到他們學校門口了 小心車 是啊 眼睛還眯著 現在小孩子也不適應 然後我們家長也有點不適應 哈哈 整個人都還沒有恢復狀態 我也有點不習慣 所以慢慢來吧 現在開始忙我的了 吃啥 這個燈粉 看鳳哥把早上都吃完了 等一下給你兒子送個水壺過去啊 家裡面那個壞掉了 好嗎 幹嗎 不行來就有事交代我了 說了 把這燈子才亮一點吧 那什麼時候要 下午 哦 就來電電了 你幫我說不賣那個小的 等一下叫他送過來 好那走吧 先把那個水壺給他 水壺我現在拿過去啊 剛剛送小燕上學的時候 發現家裡面的保溫杯蓋子不行了 現在不送 你說來不及了嗎 這東西啊 知道了 知道了 放著也挺辛苦的 每天晚上要在這裏打烊 然後早上呢 他要提前來這邊開門 等我過來了才去上班 所以一到開學的話 我們倆又開始緊張了 特別是我 我覺得每次小孩子開學的話 我就會有一種 非常焦慮的感覺 不知道有沒有人跟我一樣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家大的 我是不擔心的 大的已經有16歲了 上高中了 我一般不用管他了 每天只要做點飯給他吃就可以了 特別是這個小的 每天回來還要給他輔導作業 還要接送 反正就是各種擔心吧 現在這個天氣也涼快了 頭髮都開始打結了 感覺秋天一來的話 整個人都開始乾燥了 今年的落地上沒怎麼賣 上次放著一共拿了四個落地上 只賣了一個 天氣也涼了 這樣可以把它安排一下了 放到這裏實在是長位子 長十把那天移到後面這裏 我們也沒想到今年的風商會 這麼浪漫 現在先去買個早餐 一鎖就送過來了 啊 多少件啊 下面五件大的 這個十一 這個兩件 這個兩件 剛才老闆交代 要把需要的會都不齊了 馬上過節了 現在來了鎖地的老闆娘家 每天都在他家買一個 雞蛋 再來一瓶牛奶 牛奶配雞蛋 現在眼睛都好了嗎 還好了 能看見我嗎 可以啊 心情轉得好漂亮 年來真的長 老了老了 三十歲 早點 三十歲左右 三十歲啊 三十歲左右 哦 他真的還 還不明白 這個阿姨的眼睛前段時間做了手術 現在好了啊 對 現在好了 好吃嗎 太太 年剛出去還看 你看看 一大早老同學就過來陪我了 現在吃個早餐 美好的一天又開始了